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自豪了一把 那个大胡子的这个印度裔的教授 一本正经的对学生们说 我们信奉上帝 除了上帝 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 今年初呢 这土子佩呢海归了 当了阿里巴巴的副总裁 他讲了这么个故事 说2011年10月的时候 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了一起恶性的交通事故 肇事者是一名超速行驶的退休警察 这佛州太阳哨兵报的记者克斯丁 他就查阅历年的数据 他发现呢 警察超速导致交通事故很普遍 克斯丁要证明这一点啊 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后来呢 他向当地的交管部门申请了数据开放 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 分析了110万条当地警车 通过不同高速路口收费站的原始的记录 警车进出公路啊 都留着时间记录呢 两点之间的距离除以时间 那就是警车在这段路程的平均行驶速度 最后他们发现13个月里 3900辆警务车一共发生 5100几超速事件 五分之一的警车 有超速144公里的劣迹 而且大部分超速发生在上下班期间 并非在执行公务 数据摆在那了 上帝都没话说了 结果超速警察被整肃了 记者克斯丁获得了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 这事要是哥 咱这会怎样 你想一想啊 都是警察开着警车 要不扬威抓咱老百姓违规的 那咱们怎么抓警察呢 你要公布数据 凭什么公布 你算老几 记者算老几 你还别觉得 这事将来真有可能 前几天呢 有一个消息 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 那就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部院印发 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 明确要在未来5到10年 打造精准治理 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这个纲要呢 一点都不客气 说政府存在数据开放 共享不足 产业基础薄弱 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法律法规建设之后 创新应用领域不广 等问题 看看 第一条就是 政府数据开放 共享不足 刚要呢 提出了个目标 2018年底 建成国家政府数据 统一开放平台 2020年底 逐步实现信用啊 交通啊 医疗啊 就业啊 等等啊 社保啊 等等 民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 这政府数据 向社会开放 哎 这算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 那中国呢 有成千上万的收费站 大家也都知道 也有数据 缺少的是对数据的整合使用 技术上当然没问题 就是把一个地区的所有收费站的数据 都放在一个云平台上 每一个收费站都可以实时分析和整合其他收费站的数据 目前呢 这种大计算的平台呢 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如果实现这些计算 那中国交通治理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什么超速车 套牌车 黑车 都很难有生存之地 大家都知道 技术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是别的原因 比如 警察不乐意公开怎么办 政府的数据公开呢 美国又走到了前面 2009年1月17号的时候 美国当时的新任总统奥巴马 签署了他的首份总统备忘案 叫透明与开放的政府 120天以后 这网站就正式上线发布了 这是一个开放 美国联邦政府数据的门户网站 但是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美国走了多久 220年 1789年 美国国会就制定了管家法 规定 行政机关必须在统一的出版物上 公开证物信息 但这事儿 总是磕磕叛叛的 官员呢 总是说这是国家机密 1950年代的时候 一个叫约翰摩斯的新任国会议员 他提交了一个 信息自由法的提案 十多年以后 直到1964年 信息自由法提案 才进入辩论的程序 但遭到了联邦政府 27个部门的全数反对 1966年7月4号 由于参众两院 对于这个法案的支持率 都高过了三分之二 约翰逊 无法动用总统否决权 只好签字认输了 尽管通过了法律 但各种消极的抵抗 那当然是免不了的 1972年国会提出了信息自由法修正案 规定如果政府拒绝民间对信息公开的这个要求 公民有权提起司法诉讼 在1966年表决信息自由法的时候 福特是一名议员 他投了赞成票 但是到了1972年 面对信息自由法修正案的时候 这福特已经当上总统了 屁股指挥脑袋 他给国会发了函 说明确反对 之后参众两院不理睬他 高票通过了修正案 福特断然行使总统否决权 拒绝签字 但国会再一次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 否决了福特 才最终成功 政府数据公开和共享 在中国也是个问题 许多领导他不习惯公开 2010年9月 宁波市政府出台了全国第一份官方文件 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 海蜀区是宁波的中心城区 率先建立数据开放平台 吴汉原是海蜀区精信局的局长 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联络了从乡镇到区县 乃至国家的部门 就是想获得更多的海蜀相关的数据 但很难 部门之间壁垒森严 不仅企业得不到 政府研究机构得不到 各级政府之间无法互通 连同级政府部门之间 都更像是一种利益的交换 你看政治路线已经确定了 这个干部 吴汉原 他就是玩不转这事 住建部 那是另一个例子 住建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数字工程中心 曾经在湖北省宜昌市 开展智慧城市的 数字工程试点工作 要建设城市信息 存储的数据库 需要什么呢 公安 教育 民政 房产等等 多个部门的数据支持 让这研究会颇感意外的是 各个职能机关都有完备的数据信息 就是不愿意分享 你想不到的是 地处西南的贵州 却率先搞起了开放政府大数据的实验 贵州省京信委出资一个亿 成立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运营政府搭建的云平台 鼓励政府各部门将数据迁到云端 规定政府们以后不能自建计房 自购服务器 只能向云上贵州购买云服务 否则不予财政拨款 不管多艰难 政府信息的数据化之路总算起步了 希望中国的政府公开之路 没有美国的220年那么长 本周第二关 市长辞职了 这个市长是山东济宁市市长 梅永红 9月6号的时候 济宁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梅永红的辞职 三个月前呢 山东河泽市副市长张玉华也辞职了 这样山东就两位地市级官员辞职了 这么多年呢 这个官员辞职下海其实并不稀奇 人各有知嘛 强扭的瓜也不甜 概括起来呢 对官员下海的这个负面评论 有三大类 就是三种吐槽 第一类的这个吐槽呢 就是党教育培养你那么多年 一甩手你就走了 真没良心 这话呢 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五年前 中组部从54个中央部委选派了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任职 当时梅永红在科技部任政策法规司的司长 他呢就被派到了济宁市任市委副书记 两个月以后代理市长 然后呢成为了市长 要说是党培养了这个梅永红下基层锻炼也可以 说梅永红呢 为基层带去了新思维新活力也没错 其实呢 这对两方面相互呢都有好处 就像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到了山东省当省长 那山东省和郭树清 到底谁得到好处更多呢 说不清楚啊 凑巧的是 三个月前辞职的这个合则式的副市长张玉华 也是从北京空降山东的 之前呢 他在国务院港澳办的工作 我们确实不好说啊 从京城下派到地方工作 或从地方上吊到这个中央工作 哪个更体现了党的培养 按照党的经典说法呢 在哪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更倾向呢 这样的说法 说官员是一种职业 他的升迁和离职应该有一套规矩 有一定的程序 官员呢 这种职业呢有他的特殊性 对官员的这个离职呢 应该有严格的审查 比如这次两位地级官员 都是去企业 据说呢 梅永宏去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任CEO 张玉华呢 是到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 任党委书记 那他们在任的时候 有没有对企业的利益输送 有没有政商的腐败 看来呢 这个梅永宏和张玉华的辞职呢 是经过了程序了 当地的人大呢 也都公告批准了 也许呢还经过了离任审计或者审查 但不知道结果啊 是不是公事了啊 第二类吐槽呢 就是仕途不顺 哎 奔钱去了 这话呢 有点不厚道 当官当的不舒服 怎么就不能离去啊 走了还能给那有志当官的人腾位子呢 奔钱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你敢说自己建了钱 就像看到一堆臭狗屎啊 关键是喜欢钱 要有底线 要有道德的约束 要不犯法 据说呢 这个梅永宏啊 他说过 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三千多 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这话呢 被媒体广泛报道 也引发了很多其他的吐槽啊 但梅永宏说的可能是事实 不算灰色收入的话 如果县委书记只挣三千多 那真还不如解放军一个班长挣的多 梅永宏和张玉华呢 辞官到企业去工作 肯定比当官呢 挣的多 这里要提一句的是 梅永宏要去的华大基因 还真是有科技含量 自从1999年成立以来 这华大基因先后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中国部分 国际人类单体型图的这个计划 亚洲人基因组图谱 还有水稻基因组计划等等多项基因组的这个研究工作 现在呢 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测序啊 生物信息分析啊 克隆微生物啊 农业基因组啊 等等技术平台 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 被称为基因界的富士康 通过基因大数据库 可以更清晰的知道 人的真实准确的健康数据 使保险公司啊 这个能够制定出更为合理精确的投保产品 因此许多保险公司都追着华大基因来合作 那梅永宏呢 选择去华大基因 也许和他长期管理科技行业有关 这也许可以说是知识输送 靠山吃山 靠水吃鱼啊 世界那么大 干嘛不去看看呢 梅永宏已经50岁了 再不动 将来可能就走不动了 我们讲一讲温州市前副市长吴敏一的故事 1997年 这吴敏一呢 在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当副院长 在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上颇有研究 他想更进一步 就给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写了一封信 希望能到地方上做点实事 1998年10月呢 这吴敏一就任温州市副市长 据说呢 他的为人呢和政绩都不错 2003年2月 在得知自己当不上下一任的温州市市长以后 吴敏一辞职了 对这一点呢吴敏一自己呢 一点也都不隐瞒 你想官是吴敏一自己争来的 看着不能更进一步 于是就辞官自己玩去了 世界那么大 不失官犯 照样过得好 那你说这样的人很可恶吗 很伤天害理吗 我倒觉得吴敏一活得挺明白的 过得挺潇洒 还有一类第三类的吐槽就是犯错误了 害怕了吧 于是辞职了 这在中国不大可能 要是犯错误了 辞职管什么用 纪委或检察院 那就上门了 要让一个干部辞职 还真不是想办就能办的 讲一个外国的故事啊 2014年的11月 加拿大多伦多市市长福特 吸食这个霹雳可卡因和酗酒 这个视频呢被曝光了 在市议会里边呢 福特的竞争对手和他的朋友都很不高兴 以为呢 这一连串的这个丑闻太丢大家的脸了 让大家没法干事了 于是呢 就想让他自己辞职 这福特呢 承认说这是丑闻 也承认这损害了多伦多市政府的公信力 但是呢 就是不辞职 福特坦然的表示说 我哪都不去 这加拿大法律呢 可没有强迫这市长辞职的规定 福特呢 可以拖到第二年的市长选举 在这期间呢 福特打击报复怎么办呢 于是有人就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要求福特休假 向公众道歉 并接受警方的调查 显然这事呢 也不那么容易 福特凭什么就去休假呀 又不像咱们这儿一指令下 官员就必须这个休假式疗养了 这招不成 还有第二个办法 多伦多市议会 没有权利整治市长 那就请上级安大略省的官员出手来打老虎 但一想呢 也不行 多伦多市这议会的许多人 肯定不同意上级来干涉 多伦多市自己的政务 而这安大略省的官员呢 也不喜欢管人家闲事 一码归一码 铁路警察 各管一段 实在是没辙了 大家说 那我们就孤立他 笑着他 见面不理他 不带他玩 所以你看 要说对官员的监督 还是咱们中国有力度 拍苍蝇 打老虎 有许多霹雳的手段 本周的第三关 财新传媒的记者 于达文 发表了文章 接触了这个 梅永宏词官的内幕 于达文呢 多次跟踪 采访过这个梅永宏 他的说法呢 也许呢 是可信的啊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凯赛生物 位于这个 济宁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那梅永宏呢 是济宁的市长 是父母官 而且有科技管理的 这个经历 当然呢 更为关注这个 这个凯赛生物 那由于凯赛生物的 离职人员呢 把一项技术 带到了汉林生物 记住这个是汉林生物啊 哎 引发了这两家公司的 专利权的纠纷 这个汉林生物呢 也是山东的 是烟台 烟台和济宁一样 也是山东省的 省侠地基市 级别是一样的啊 但是汉林生物 得到了山东省 领导和中科院的支持 这烟台的汉林生物 就占了上风了 没办法 打官司吧 2012年底 由于这个凯赛公司 拿出了大量实验的 这个原始记录 北京高院最终确认 凯赛对于 专利的这个署名权 然后将专利中 这个汉林生物的 那些技术人员啊 中科院 微生物所的这些领导 哎 都给剔除出去了 不过呢 凯赛生物呢 虽然胜诉了 但除了把这专利 发明人改了名 只是让汉林生物 登报道了歉 并没有判决 汉林生物赔偿 这凯赛生物 凯赛生物 只能算是惨胜 争了一口气而已 凯赛生物呢 在山东上海 对汉林生物的 这个索赔官司 至今也是悬而未决 余大为呢 还描述了汉林生物的垮台结局 由于烟台的这个汉林生物的实际控制人 曹悟波 在美国上市公司 江波制药 被退了室了 美国的债权人追到了中国 但是在汉林生物的账户上 只找到了不到120万块钱 汉林生物曾经从国开行 地方商业银行 即担保公司 获得资金超过多少呢 20亿 就剩这么点了 120万了 钱都去哪了呢 没人知道 但这个盖子 也没有人敢揭开 余大为说 在凯赛生物 频频遭遇法律上的不公 和行政上的打压的时候 让这个作为凯赛生物 娘家人的梅永宏呢 就义愤填膺了 他曾经去省领导沟通 找过 但是被领导当时的秘书给拒绝了 让他不要管这个事 梅永宏呢 也终于想通了 于是呢 就离开了官场 据说 在梅永宏之后 来主政济宁的 可能 就是那位 把他拒之门外的秘书 当然啊 这个余大为的说法呢 是一家之言 可能呢 也不够全面 领导为什么支持汉林生物 这里边呢 应该也是自有道理 有不为人知的内幕 梅永宏呢 也不一定 就是为了这个案子辞官的 那要想更接近事实 更接近真实 得到更多的公平 只能期待 有更多公开透明的信息 但悲观一点说 公开透明 那是理想 理想 大家都知道 很丰满 说到理想呢 这个郎平 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前两天呢 中国女排 拿了世界杯的冠军 我还跟儿子说呢 我说这个阿姨很厉害 我小时候 就看他拿冠军 现在 回国当教练 又拿冠军了 儿子就问我 说那他为啥 出国了呀 咋走了呢 是啊 他为啥 离开故土 出走了呢 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话说 1986年 郎平领军的中国女排 实现了五连贯的神话 功成身退 退役以后呢 他内定啊 是担任北京市提委的副主任 这是一个副局级的位置 但是郎平却做出了令人不解的选择 出赌美国 去做穷学生了 后来呢 这个郎平啊 在回忆录当中解释了自己出国的原因 郎平就说了 说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让他耿耿于怀 发誓 这辈子不当官 说有一年 女排在湖南郕州训练 训练基地呢 条件很差 是那种竹棚的 透风的 冬天很冷 一个星期天呢 郕州基地的这个主任就来找郎平 说领队让你跟我一块去一趟国家经纬 那时候郎平很单纯啊 心想领导安排的这个事情 我得去做呀 后来郎平才知道 这基地主任呢 是向这国家经纬去要钱去了 说是建设训练基地 让郎平呢 帮着说话 你看郎平啊 世界冠军又是大名人 可能他的话呢 是管了点用 上面果然 哎 很快就拨了钱了 但是后来呢 郎平才知道 这笔钱到位以后呢 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 有人呢 就把情况告到了纪检委 还提到了郎平 说是郎平去要的钱 提委呢 要这个郎平写检查 他就觉得很委屈 是对领导安排我去要的钱啊 至于他们拿钱用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能知道 可是这领队呢 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说我可没让郎平去啊 提委就批评郎平 说你要谦虚谨慎 你拿了世界冠军 就不知道天高地后 到处去要钱 后来这郎平 只好写了个情况汇报 交上去 上面呢 也就没再追究 郎平呢 很直爽 也很天真 他的回忆呢 应该是可靠的 凭常识呢 我们也知道 工作中的纠纷 三观的不同 是离职的主要原因 越是能干的人 对这些越看重 走的也就越麻利 这两天 还有一个麻利人 张全灵 他曾经是我的同事 是个很敏感 直率的人 最近呢 也离开了央视 他发了一个长微博 讲到了自己的离职 这回呢 他很文艺 也很高大上 张全灵的文字很好 我多引用一些啊 他是这么写的 他说在生命的后半段 是否来得及 从头来过 从头来过 不是否定 是敢放下 最难放下的 还不是名利 不是习惯的生活方式 而是思维方式 张全灵就写到呢 说他开始呢 有一种恐惧 世界呢 正在翻页 而如果他自己呢 不够好学 不够好奇 那就会像一只蚂蚁 被压在过去的一夜里 直到有一天呢 他看见了一篇霍金 和一个物理学家 和写的文章 文章开头呢 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就说一群金鱼 被养在了 圆形玻璃鱼缸里 他们看到的世界 和我们所处的世界 哪一个更真实 相信在这个金鱼的世界里 由于光啊 它进水时 发生的折射呢 在我们看来 做直线运动的一个 不受外力影响的物体 在金鱼的眼中 那可能就是 沿着曲线运动的 而如果金鱼 足够聪明的话 那么金鱼 也可以在他们的世界里 总结出一套 物理学的规律 虽然这样的规律 对于金鱼缸外面的 我们来说 根本就是胡说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不在一个更大的 我们没有观察到的 圆形的金鱼缸里呢 张全灵就说 他突然就觉得 如果好奇心 已经在鱼缸外 身体还留在鱼缸里 那心一定会混乱 他就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 是否要离开 工作了18年的央视 去换一个视角 看世界 这段确实很文艺 张全灵一点也没有讲自己的苦恼 没有讲工作中的纠纷 没有讲和一些人的三观的冲突 只讲到了鱼缸外的 想看的那个世界 但怎么可能没有苦恼纠纷和冲突呢 我相信他肯定也有过痛哭的时候 有过崩溃的状态 但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不说 这是像没用红学习 保护别人 也保护自己 人生啊 十有八九不如意 大家都不容易 世界那么大 如果找不到最如意的地方 那就找一找 比较如意的地方 好了 灯高才能望远 宏观可知天下 各位 下周见 拜访 订阅 这是 您 hatte 这次 您 这个